金融却又被一个体育生掀起了惊天巨浪 有一位大学一年级的体育生居然去了中性箭头这种顶级投行里实习 才大学一年级啊还是体育生呢 本来呢靠着背景深厚你悄悄的度个精也就算了吧 但是呢这位同学却偏偏不走寻常路 非要拍短视频还发出来炫耀 上下班呢开的是保时捷 没事的时候呢打的是高尔夫 更加要命的是他居然还把公司的项目 包括客户信息以及监管的巡政函 都放到视频里面公开出来了 据说这个事惹到公司高层震怒 中性箭头也赶紧回应了说情况属实 已经启动了问责 具体怎么回上呢 有个注册账号叫翘楚的用户 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视频 内容呢就记录了自己在投行实习的一天 西装革履 百万豪车到达实习单位中性箭头证券之后 连工作中接触的项目资料等等 这些非常敏感的信息都发出来了 不光如此 这个家伙自己也是buff叠满的 上班时间居然穿个绿西装 在公司厕所里发自拍 有人根据相关的线索判断 这位同学很可能会是 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团队的王乔楚 此人在上个月还刚刚拿到了 亚洲大学生武术锦标赛的 男子传统拳术金牌 和传统单器械男刀的银牌 这些消息已经发酵之后 网友们直接又扎锅了呀 原来跟金融最对口的专业是体育吗 要说不说 虽然现在金融业不景气 但是普通人家想要进投行 还是难入登天的 清华北大的高材生都得急破头 但是人家一个普通985的体育生 居然轻松就把这个职位给拿捏了 虽然只是实习 但是人家才大一 所以咱们只能说 这种的背景到底怎么样 咱们也不敢乱猜的 金融业这几年 其实一直都不怎么受待见 你看他们保健的上市公司 是一家一家的破发 除了大股东之外 就没人能挣钱 鸡鸣股民通通亏成狗 但是从业人员 自己却拿着高薪 还时不时爆出一些花边新闻 什么某某某炫富 什么谁谁谁 又潜规则女下属之类的 搞到高层震怒 要求全行业降本增效 证监会储夕 吴清更是明确提出了要求 要净化八小时之外的 生活圈和朋友圈 但是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 连八小时之内的生活圈 都没能净化 那这次最冤的 可能就是被泄露的那三个项目了 望远科技 海柔创新 国能信控 其中望远科技和国能信控 都是中心简投保健的公司 现在都处在上市关键阶段 要知道今年都已经过去大半年了 A股IPO的数量才30多家 据说现在IPO审核 都已经是邀请制了 要非常符合心智生产力的公司 才能拿得到上市的资格 所以券商内部 肯定也是精挑细选 小心呵护的 可是结果倒好 谁知道半路杀出个体育玉神 把人家敏感信息全部都给泄露了 闹出这么一个突发情况之后 接下来呢 这些公司的IPO之路 肯定会被监管重点审核 舆论重点关照了 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会有问题 但是被人拿着放大镜 多过几遍是跑不了的 搞不好这几家公司的发展轨迹 都会因为这个爱拍照的 乔主同学给改变了呢 有生来就在罗马的人 用一己之力整顿了金融圈 但是却留下一堆牛马 默默承受所有 金融业还是长点心吧 不要把降本增效 搞成了降本增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